汉武帝即位之后启用的第二个丞相就是窦英 窦英在景帝朝平定无处其国之乱中 立功封侯威望很高 但是汉景帝是一直没有任命窦英为丞相 为什么武帝即位后窦英就马上受到重用 为其人称 难道仅仅因为他的外戚身份吗 窦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实际 为其五万侯列传中 司马迁是如何评价窦英的呢 静静关注王力军独始记 汉武帝即位之窦英为相 优优独始记 汉武帝即位后 马上任命了两个重要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窦英 窦英是汉武帝亲自任命的第二任丞相 在汉武帝在位的54年里 他一共任命了13位丞相 丞相的更换非常频繁 可见汉武帝对丞相人选的挑剔 但汉武帝为什么选择窦英为成相 司马迁在史记 《未及五万侯列传》中 记载了窦英为相过程 窦英不单是窦太后的亲之子 还是废太子牛肉的太子太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汉武帝选择了这么一个身份复杂的窦英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作客白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力群读史记 汉武帝直 窦英为相 窦英其实这一次做成相 原因非常复杂 第一个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一次窦英做成相 是田芬运作的结果 窦英给田芬是两代外戚 窦英是窦太后的孩子 田芬是王太后王志的弟弟 窦英给田芬这一次的同时被任命 窦英做成相 田芬做太尉 这个丞相跟太尉 在西汉初年都属于三公之一的重要官职 而这一次窦英的话 他做丞相 其实给田芬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这个田芬 他在他的姐姐王志 成为太后以后 就是田芬特别想独揽朝政做成相 所以五带 所以五帝即位以后 田芬就一直琢磨着想当这个丞相 但是田芬手下的门客 对他有一些告诫 这个田芬他的门客告诫了什么呢 说这个窦英的子力比你要长 他出道时间早 而且窦英呢 他做官的时候呢 这个声望很高 假如皇上要让你做成相 你一定要把这个位置让给窦英 窦英做了成相 你肯定可以做太尉 成相给太尉的这个关节是完全相等的 而且你让给了窦英以后呢 你还有一个让贤的名 所以这样来说对你是最合适 所以田芬呢 就接纳了他这个门客的意见 田芬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可以通过他的姐姐 王志 就是王太后 他把他的意见告诉王太后 然后王太后呢 再把田芬的意见 作为个人的意见 转告给汉帝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窦英就获得了一个 他一生中间唯一的一次 做成相的一个机会 所以窦英这一次做成相 应当说首先是田芬运作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田芬的运作 应当说是不怀好意的 田芬是想夺这个位置 他只是觉得 他如果他比这个窦英年龄要低 辈分要低 这个窦英做这个大将军的时候 田芬兹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小侍从 那个时候田芬侍从这个窦英的时候啊 就像一个晚辈对长辈一样 所以现在猛的一下要越位 越到这个窦英之前 他怕这个舆论不好 所以他只是从策略上考虑 暂时把这个丞相的位置 让给了这个窦英 所以在田芬的这个运作之下 窦英呢就担任了丞相 第二个原因是 窦英尊儒 窦英是一个宠上儒家学 学说的人 我们在上一集讲 董生献策的时候 特意提到 汉武帝是个尊儒的人 为什么要尊儒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武帝想有作为 他虽然16岁继位是个少年天子 但是汉武帝呢 就像班固在五帝纪中间给他的评价一样 这个班固在汉书的五帝纪中间 给汉武帝有一个四个字的评价 一直到今天 人们都在沿用 叫雄才大略 所以五帝纪位以后就想有作为 而这个儒家学说这一套东西呢 对于他这个大有作为 是完全符合的 但是五帝呢 虽然没有重用董中书 但是采纳了他尊儒的这一套意见 同时任命了两个尊儒的人 因为窦英也好 田芬也好 都是尊儒的 这个应当说 是汉武帝重用窦英 做他的第一任丞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很一致 五帝尊儒 窦英也尊儒 这应当是窦英能够担任丞相的第二个原因 翻开实际过来非常新 自汉代初起到文静直至 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出入朝堂 但是等到一代英主汉武帝 亲自认定重准 却偏偏选了一个外戚当丞相 窦英虽然并没有奉起 窦太后认同的皇老之举 而是和汉武帝一样 出不上无群 但他毕竟还是窦太后的精神色 是属于窦太后势力范围内 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 难道白泽之后的新人都无论 难道整个朝堂上下 就没有别的更合适的人群 第三个原因 就是向彩的匮乏 就是在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 能够在武帝的眼中 进入他的视野之中的 这个丞相的人选非常少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稍微展开讲一点 这个西汉开国的这个丞相 我们可以摆着头算一算 这个西汉开国的丞相 他首先用的人是谁呢 是萧和 是曹参 是王陵 是陈平 下面还有周伯 冠英 这中间只有一个沈一基是另外 他属于以后的姓武臣 其他这些丞相 毫无例外 都是刘邦手下的功臣 所以西汉开国 从高祖刘邦 惠帝 吕后 文帝 这个时期 都是由开国功臣担任丞相 因为开国功臣 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条件 开国功臣的话呢 它不都是一个同一个年龄段的 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年龄有长有少 这个下室的时间它有先有后 那么老的功臣去世了 下一个功臣可以补上来 实际上这个汉初的丞相 到什么时候 功臣就基本上结束了 就是到冠英 冠英因为他参 他这个参加刘邦的这个部队 年龄比较小 所以冠英是在汉文帝四年去世 就是他去世以后 就基本上来说 这个功臣啊 开国的大功臣没有了 所以你看看文帝朝 做丞相的人 第一任是陈平 陈平后是周博 这个再往下的话呢 就是冠英 冠英去世以后 下面的两个丞相 我说出来名字 大家就不知道了 一个是张仓 一个是申徒佳 这两个人就是 我们讲这个西汉开国史 这两个人就是属于 那个名气很小的人 他们属于什么呢 他们属于那个大功臣死了以后 那个小功臣有机会了 到了汉景地的时候 情况就更麻烦 汉景地朝的第一任丞相 是汉文帝朝 给他留下来的那个丞相 徒佳 他是个小功臣 他后来被免职了 景地一朝 他一共他自己任命了四个丞相 这四任丞相中间 第一任陶青和第四任的魏婉 这两个人反秦没有参加 灭相也没有参加 等于说他们给功臣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魏婉 魏婉是怎么坐上官的 魏婉是个玩车的高手 赶车赶得很好 就是个车夫 司机 是吧 他就这样的在皇帝身边 得到皇帝的信任 慢慢的提提提 最后当了丞相 所以这些人跟功臣毫无关系 在汉景地朝这四任丞相中间 给功臣粘着一点边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周雅夫 一个是刘舍 周雅夫属于功臣之子 他是周伯的儿子 刘舍也是功臣之子 他是刘湘之子 就这两个人 他还有一点关系 跟功臣还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们以上回顾这段历史 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在斗英担任丞相的时候 西汉政府的丞相的成员的构成 已经怎么过渡了 从大功臣到小功臣 再到功臣之子 再到最后 跟功臣毫无关系了 是这么一个演变 所以从现实来看 相才非常匮乏 就是能够担任丞相 丞相的地位又重要 但是丞相的 适合的人选又非常少 根据王立群先生的分析 到了汉武帝刘彻几位 准备自己任命丞相的时候 朝堂上下 已经没有可供他挑选的老将功臣 汉武帝似乎也只能在外戚中 寻找较为合适的丞相人群 但是无论是功臣还是外戚 都有功高震主 或者外戚篡权的影哗 方言蛮朝的文武版 汉武帝为什么 就不能在功臣和外戚之外 挑选丞相的人选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汉武帝刘彻几位时 才刚刚十六岁 就算他才智过人 但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很容易就会做了 被别人操纵的傀儡皇帝 面对父亲的早逝 年少的汉武帝身后 虽然有祖母窦台后 和母亲王智的支持 但是前游余后恶母 大肆残害刘世宗时的前车之剑 堂堂大汉王朝 难道除了功臣和外戚们 就没有其他的悠旧人才 入朝辅佐皇帝吗 另一个原因 西汉的人才 西汉出的人才的匮乏有关 因为你选丞相 必然要选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 他就没有一整套培养人才 选拔人才的这种制度 你说汉高祖 他当上皇帝以后 55岁当皇帝 62岁去世 这八年中间 他就忙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不停地平叛 一直平叛平道 高祖11年 他做的八年皇帝 日子很不好过 整天忙着平叛 再一个就是 他家庭内部的矛盾一大堆 是吧 他那个大老婆吕厚 是吧 还有他那个欺负人 中间在争 皇子争 外面平叛 家里面是这个太子的事 他哪里顾得上是 培养人才 选拔人才 他啥也顾不上 他想都想不起来 就这样稀里糊涂 八年皇帝他完了 他完了以后 大家知道是惠帝 惠帝哪有凭此去 去培养人才 选拔人才 惠帝 即位的当年 就搞了个人质事件 人质事件以后 惠帝就是个 半疯半傻的人 基本上不理朝政了 他也不可能去培养人才 惠帝倒是待了七年 实际上在人才选拔上 没做什么贡献 下面就转 惠帝就死了 转到吕后 吕后忙的事就更多了 吕后忙的事 怎么样杀这个流姓的诸侯王 怎么样封吕姓的王 光这个事他就照不过来了 再说他是这么 一个一个一个 也没有很高的这个 修养 文化修养的人 你叫吕后 去什么培养人才 选拔人才 那是开玩笑 所以他这 稀里糊涂又是八年 又过去了 再往下 看文帝呢 文帝顶多能够做的 就是减轻一些赋税啊 减轻一些刑法啊 做这些事情 人才培养谈不上 景帝呢 想做点事 又赶上七国之路 把景帝折腾了 也是这个顾不上 所以历史给汉武帝留下来的遗产 就是从高祖皇帝开始到武帝这个时期 没有一个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机制 也没有这么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 所以你叫汉武帝上哪选人 功臣没有了 大功臣没有了 小功臣没有了 功臣之子没有了 他选来选去 汉武帝这个时候选丞相的视野非常小 他只能在他熟悉的人群中间去选 你看我们上一集讲那个董生献策 董中书的天人三册中间 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心态学来培养人才 举玄良来提拔人才 但是董中书这一套 从提出来到能产生效果 它得有个过程 那不是说一入太学 马上这个人就出来了 它得有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之前 汉武帝选拔人才 视野非常小 选才的范围非常窄 他也只能在他身边所熟悉的人来选 选来选去 一个是他的祖母 窦太后的侄子窦英 一个是他的母亲 王太后的弟弟 也就是他的舅舅天分 所以这么一个现实状况 也是造成窦英 能够担任丞相的 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在这么多 这个条件的作用之下 最终窦英 做了汉武帝手下的第二任丞相 所以对窦英来说 这是他医生中间 一个权力的顶峰 司马迁在《史记未及五安侯列传》中记载 窦英性格豪爽 喜欢结交朋友 文帝在位时 他曾担任吴国的国相 后来因病此官 景帝即位之后 他只是担当了一个詹士的小船 詹士就是掌管皇后 太子家中之事的一个小官员 可见窦英虽然贵为皇亲国器 历经文帝 景帝 两代民主 但窦英一直都未能够得到重度 未受能够 这似乎说明了窦英 不会有多少才华 只不过 靠着窦太后的关系 混个闭关半诸 那么如果窦英 真的是一个不屑无数的贵族公子 汉武帝就算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也不会任命窦英会成相 那么窦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有关窦英的事件 第一个事情就是 太后家宴 就窦太后曾经举行过一次家宴 这个事情 这个因为窦太后这两个儿子 她的大儿子做了皇帝 汉景帝 她的小儿子就是封了梁王 那么窦太后想让她的儿子将来 小儿子做皇帝 就是在一次家宴中间 窦英参加了 这个家宴是规模小 但是规格高 参加了有窦太后 有汉景帝 有窦太后的小儿子梁孝王 还有窦太后的侄子窦英 这个家宴中间 汉景帝就说了一句话 说迁究之后 传为梁王 就是我死了 把位子传为我弟 这个话一说出来 当然窦太后很高兴 窦英马上出来纠正 马上纠正 这一纠正 汉景帝是不坑了 窦太后本来正欢的 后来实际就写了一句子 从欢变成了赠 非常憎恨窦英 这个事情 我们是简单地回顾一下 我们要看窦英 在这个事件中间的表现 有这么几点 第一 窦英非常高兴 他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属于我们上一次讲过 那个只琢磨事 不琢磨人的内好大臣 是个琢磨事的人 这是我们看出来的第一点 第二点 陆英这个人 是由信仰 就是他有一个 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念 就是他认为 汉景帝这个话说了不对 他判断汉景帝说话 对个不对 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组制 也就是祖宗上留下来的惩罚 所以窦英就提出来了 汉朝的这个天下 历来是父子相传 皇上怎么能够擅自传位 给你的弟弟呢 你可见他判断是非 有一个标准 我们在上一期讲 董生献策的时候 特意提到过 为官之人 一定要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价值系统 有一个价值标准 因为他有了一个标准 他就有一个判断是非的准绳 窦英的这个标准 就是组制 祖宗的家法 留下来是父子相传 你传给你弟弟不合法 这是说明 他是有一个 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一个 独立判断的人 通过王立群先生分析 可以看出 窦英虽然贵为国妻 但是他却非常耿直 有原则 不是那种善于献媚的相伴 而且窦英还曾认过 废太子刘蓉的太子太子 很明显 窦英绝对不会是一个庸财 而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 那么这样一位 有才华又出身险刻的人 却历经文帝景帝两天 一直到汉武帝即位 才出任丞相 在窦英多年不得志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隐情 在家宴上 窦英不惜得罪孤母的窦台 对汉景帝的失言 及时纠正 是否真的替汉景帝 挽回了一个弥天大错呢 窦英是个不懂权术的人 其实汉景帝说这个话 要叫我来看 就是窦英认为汉景帝是失言 就是话说错了 其实要叫我来看的话 汉景帝是戏言 汉景帝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汉景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见了他老娘 他专简的好听的说 怎么哄着窦太后高兴 他怎么说 但是他做事 他另外有他自己一套标准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 该哄的哄 该骗的骗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是这么一个人 窦英呢 他是个傻貌 窦英傻在什么地方呢 他把汉景帝的戏言 误以为是失言 所以窦英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不懂权术的人 他不懂权术 其实汉景帝是在那儿 哄着他娘 逗着他娘高兴 高兴完了 他该认命谁就认命 他绝不会传位给梁王 他一定要传给他的儿子 我们在前面有过分析 讲过这个问题 他绝不会传的 但是这一会儿 他需要他娘高兴 他就哄着他娘高兴 完了他该传的儿子 就传儿子 他这个戏言的话呢 就是窦英把他当真了 所以窦英不懂权术啊 窦英是个不懂权术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七国之乱 这个七国之乱 给这个太后家宴 几个是在童年发生的 七国之乱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汉景帝在七国之乱 出气的时候 非常是这个反常 就惊恐是错 结果呢 他误信了袁王的话 错杀了朝错 杀了朝错以后 七国不退兵 这才促使汉景帝 决定用武力评判 武力评判他用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父亲 汉文帝 交代给他 有大事要找周亚夫 他用了周亚夫 再一个他就在流性忠实 给窦性的外戚中间选人 选来选去 没有一个人比窦英 何时选的窦英 但是他用窦英 窦英不干 窦英不干 这个窦英不干呢 反映了窦英的性格中间 有一个弱点 是任性 在我们上面讲 那个太后家宴中间 窦英也很任性 这个太后家宴以后 这个窦太后就 她姑姑对窦英很不高兴 窦英一发现 那姑姑对她不理不睬的 也觉得自己这个官也太小 干脆就把这个官给辞了 她一辞官 窦太后就把她进入皇宫 自由出入的这个门禁 给她解除了 从此以后 窦英不能随便进入皇宫了 所以窦英这个人的话 她很耿直 她也不懂权术 她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判断 她也很有才华 但这个人有一个弱点 就任性 她一觉得自己官小了 她就不干 这个窦太后把她的门籍 除了不让她进宫了 不让进皇宫去参拜她了 等到 就过了几个月 无处七国之乱爆发 等到无处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 汉景帝要他出任 这个大将军的时候 窦英不干 这点窦英做得不好 个人意气 个人的私院是个人的私院 平定无处七国 那是国家大事 他不干 就是我借口有病不干 这最后是汉景帝好一番劝说 他才出来干的 而且后来是立的宫 立的宫封了侯 平定无处七国之乱 可以说是窦英一生中 最辉煌的一天 汉景帝赏给他的黄金 窦英没有中宝私拿 而是全部放在走文下 让平叛的将领随意拿取 司马迁在史记忆的记载是 金无入家者 可见窦英还是很正直的 那么对于这么一位 既正直又任性的窦英 汉景帝是如何看待他的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窦英在平定七国之乱中 立了大功 这是窦英一生中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也充分说明了 窦英是景帝朝 刘姓宗室和窦士外戚中 一代人才 窦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才 他政治联系 汉景帝赏赐的千金 他全都供于国事 他又意气任性 国难当头时 他却只寄私院不愿出山 那么城府极深的汉景帝 会如何对待有才 有任性的窦英呢 因为窦英在平定五楚七国 叛乱以后来 受到景帝的信任 景帝就任命他 做了这个太子的老师 就是太子太府 但是我们讲那个五帝的 即位都是讲过 有一段很复杂的宫廷斗争 五个女人之间的搅和 搅和来搅和去 最后把这个太子的位置 给搅和黄了 这个太子被废了 太子被废的时候 作为太子太府的陆英 是坚决反对废太子的 反对得很激烈 他这个反对废太子 但他反对无效 反对无效以后 他就又一次任性 不干了 炮病假 回到这个长安附近 找了一个阑珊 他就在那住下来了 住了好几个月 谁劝他也不上朝 后来有一个门客 这个人把那个礼给他讲透了 他说能够让你升官发财的人 就是能够提拔你的人是谁 皇上 他有权他能够提拔你 那个能够最亲近你 亲信你的人是谁呢 太后 因为太后是你姑姑 他现在太子被废了 你去争 争了以后争不成了 你就退下来 你说你不干了 你整天在这个长安附近 你就休息起来了 你这样一个做法 和这个景帝的关系就搞僵了 你这样一来让汉景帝怎么看待你 如果说要让太后给皇上 要都恨你的话 你恐怕就麻烦大了 这一说 这才让这个窦英恍然大悟 窦英又去正常上班了 汉景帝啥也没说 但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 汉景帝给汉文帝 虽然历史上号称文景之志 这两个人都是极有诚服的人 而且汉景帝还有一个特点 汉景帝是一个只做不说的人 光心里做事 嘴上不说 所以当他再去上朝做官的时候 汉景帝什么也没说 但是窦英的这个备孕 和他的失事 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他跟景帝的这么一个关系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日食 汉景帝的时候又出现日食 这个日食一出现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上一集谈到 一旦出现日食 古人就认为 太阳象征的是皇帝 皇帝是象征太阳的 所以一旦出现日食 人们就认为 这是上天对皇帝进行警告了 瞧警钟了 这个时候皇帝要么就要检讨自己 后来皇帝就发现 老检讨自己的话挺不是味的 皇帝就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呢 一旦出现日食 那就是警告皇帝了 警告皇帝 皇帝不能罚自己啊 就罢免丞相 皇帝就发明了 我罢免丞相 因为你是辅佐我的 既然上天谴责我了 警告我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全当代我受过吧 就罢免丞相 这个很像曹操 割他那个头发 是吧 那有了错了不能杀头啊 曹操不能杀头 就割法带头了 那么 汉警帝又什么呢 以皇和这个免丞相 代替自己受罚 就把他的丞相免了 免的这个丞相 本来把这个丞相 刘舍免的时候 杜英是可以做皇帝 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丞相的 杜英有机会 而且 杜太后 多次在汉警帝面前 提到要用斗英 但是汉警帝不用 这个斗英在 废太子过程中间 他这个炮病架 给汉警帝留下了 太深的影响 所以汉警帝到这个时候 汉警帝的秋后算账 就出来了 说汉警帝你看 你这个炮病架不干 我也不批评你 你再来上班 我全党没这回事 但是 不是没有这回事 而是心里深深的话里上 这到什么时候又难 陶侯免相 陶侯留舍因为日识免相的时候 该斗英党 杜太后 多次在汉警帝面前 提到要用斗英 这个时候 汉警帝说 斗英不行 斗英这个人 不稳重 斗英这个人 一弄就闹个意气 太任性 就任命了 他最欣赏的魏瓦 做了丞相 没有任命 所以斗英这个人 他在这个 其实在警帝朝 他立了很大的功 但是一直不得志 到了武帝 这个初年 就是武帝 即位以后 才任命他 做了丞相 那么斗英上台以后 他做点什么事情了 斗英上台以后 当然是辅佐 汉武帝 大张旗鼓的尊儒 但是我们知道 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他的上面 有一个皇太后 就是王志 王志肯定是偏袒的了 那是他娘 在王志的上面 还有一个太皇太后 窦太后 窦太后是尊儒的 窦太后是尊奉皇老之学的 一个尊奉皇老之学的 太皇太后 另一个是一个 大张旗鼓的尊儒的 一个汉武帝 所以汉武帝 搞了这么多措施 能够贯着他下来吗 太皇太后 对汉武帝尊儒的 这些活动 会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请看下集 太后干政 西汉中期 汉武帝奉行 董仲书提出的 霸主板家独尊儒书 开始办理两件大事 一是兴儒书 任命了信奉儒书的 斗银推手赛 另一件大事 是储碧争 就是根据斗中书的建议 激进改变 然而 汉武帝的这一刻 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应 那么这个人是书名 他为什么要反对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来加讲 唯一精彩奖务 王立群独尸记 汉武帝契 太后干政 打倒了 尽管